佛报通通现前想 年轻想完了 寿命到了就走了 你在这个历史上看得很清楚 你现前看得很清楚 少年发达不是好事情 寿命短 或者是有寿命 万年会造灾难 佛报不要在年轻时候想 年轻吃尽苦头好 佛报到万年想 万年体力摔了 没有佛报是真苦啊 少年的时候吃什么样苦头 我身体能扛得过去 万年有佛号 叫真的佛报 少年佛报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些道理都要懂啊 你不懂 你的心就不沉 心意不沉 人家就不愿意叫你 诚心诚意 老四真叫你 真给你讲 错误 说出来之后 我们恍然大悟 能接受 能干跟 所以我都想到 老四 老四 为什么不让我 到 学校听口 在台中 为什么老四 你想办大传讲座 大传讲座 是我发起的 不排我去讲库 出李老师 周老师 刘老师 刘老师 刘老先生 年龄跟 李老师差不多大 他讲 普贤贤元品 老四 在大传讲座 讲弥陀金 他讲两门口 一个 次光 讲座 十四表 这李老师讲的 徐行民 将为时 周嘉林 居士 好像是 讲 辛金 还有一个 徐宽臣教授 讲八大人 修计 没有排我的口 台中 讲座 班 那么多年 老四 没有让我在台中 去表演 什么原因 我知道 我感谢他了 我在台中 一表演 嫉妒障碍 不知道有多少 我感谢他了 就要用一下 这真是 试验